节日啊 节庆表演的场所 一楼呢 这个大厅啊 就作为一楼 就是荣民阅读报刊的一个 一个房面 那里头还有另外还有设置 餐饮部 贩卖部 以及这个理法厅 还有理法厅 最后面呢 就是隔成一个空间啊 给荣民啊 那他们下下棋啊 平常大大 大大小排啊 他们这样子 就是疏散他们的身心 他们的活动 是对对 就都在这个 我们这个大礼堂 这个周周边 好 那我们 安养堂的话 我们是两 刚刚讲两栋 一个是松波堂 一个是长青堂 现在我们走的这个位置 就是往长青堂这个位置 那后面还有一个荣民堂 我们春秋两季 都会在荣民堂那边自积啊 我们王府的一些荣民 那松波堂有个特色 松波堂呢 我们那边建的有一个佛堂 因为有很多荣民伯伯 对于宗教的信仰啊 我们给他有一个门锁 那长青堂这边呢 我们建的一个教堂 那就是有宗教需求的荣民伯伯 他们都可以使用 基本上来讲 因为我们花莲荣家 这个附近啊 比较宽广一些 所以看起来就是比较来的 这个这个这个舒服 环境维护是由 环境维护是由 我们这边就是由堂队来负责了 我们有画门清洁 就是环境区域 环境区域 那么平常啊 那个公共的话 就由秘书室的这个工作班 他们来负责 堂队的就由堂队来负责 所以我们这个基本上 这个公共区是由他们来负责这个 这个增益 那另外我们有时候做一个比赛 像我今天来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啊 把这个花卉啊 各方面能够种植的更多一点 因为总感觉我们 这个地方因为 营造一个绿色的一个友善环境啊 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后面啊 那边有一些树 那么基本上来讲 也有很多游民伯伯在上面啊 开辟的一些菜园啊 种植的一些 种植的一些 因为这些他们喜欢种的一些作物 嗯 生活的重心 是是是是 那么这边啊 这个长青堂跟这个松伯堂 都有一个佛手 这个是我们盖这个建筑的时候 建筑山啊 他们回馈了 他们回馈给我们荣家的 那这个佛手的意思呢 这个就是类似于啊 就是希望荣民啊 就是希望荣民啊 心灵上能够祥 所以他有一个那个佛手啊 这个曲子就会代表了平和的意思 那是我们花莲大理事 那另外我们旁边有一些那个设备啊 像给老人家偷偷拦啊 这 手廊啊 我们婚姻手廊下面都有一些一些座椅 另外的就是一些摇椅啊之类的 这都是我们过去的堂长啊 每一届堂长用心的一些 我们那个左边那个墙上 那边放了一台脚踏车啊 配合那个图形啊 那个建筑物 基本上就是一种文艺座的展示 让荣民伯伯一种 对 给大家做一个摊 对 对 对 这是我们的 好 这边特别要给院长报告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啊 这个餐厅啊 因为是分散制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啊 这个比较小一点 今天我们再 谢谢 谢谢 请各位荣誓 女生日掌声 欢迎我们的院长令明 张慧聂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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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